好,我们这份文件是要介绍富士山嘛 当然就不是这张图啊,这是灯塔,对不对? 因为它是范本,所以在右下角的位置 这边就有个加 那我们图片在哪里呢? 好,我们回到这个,我回到这个档案这里来 给老师看一下哦 我们刚刚请老师下载这个范例这里 在什么地方?在下载区,我的iPad 我的iPad里面的下载项目,里面的Pages 在这,富士山在这里 等一下你可以选任何一张图 怎么把它替换掉呢? 来,iPad切换你要会 手指头由下往上推到中间停顿一下 这边就可以切换成,再切换到Pages来 好,我知道图片所在位置,点这个加 点这个加哦 当我点这个加的时候呢 它这边就跟你讲,选择 iPad里面的图片或影片 或者现场拍一张 那我们就选这个咯 好,要点这个加,点一下 好,那在哪里呢? 影片在什么地方? 老师,在哪里? 在这里,它这里拍的照片是 哦,更多选项,左边这里 展开来,哦,没看到呢 哦,它做的是照片的地方 我再点这个加看一下 选择照片或影片 这个地方它抓的是像照片的地方 哦,反而这里没看到那个 我们的档案总管 来,那我们来教老师另外一个方式来处理 跟各位报告一下 你的iOS最好到15的版本就会有这一颗 这一颗做什么?你看一下 我点一下 点一下以后这边就有个功能 叫做,这三个点叫分割显示 来,我点一下分割显示,你看一下 好,我们刚刚的page时就收到左边来 这时候再来开答案总管 这里 那开起来会怎样? 两个就并列了 这个功能是这一颗 要到iOS15才有这个功能 那接下来我就可以把这个富士山 点着它,拖曳 到这里来放开 哦,我就可以把它换掉了 这里